欢迎来到老吴说 我是老吴 因为特殊的原因 这几期节目呢 是一波三折 改了又改 结果呢 又要重新制作 所以本来正常的更新 都被打乱了 那么在这里 老吴呢 只能说抱歉了 这一期 我们来到了 国家发展的第二个五年 那么也是金批本的第五十项 老吴呢 把它排在第四十七项 第四十七项 陈曰 水火相战 时穷则变 真夏起源 寿曰 虎头人遇虎头年 百米迎娼不值钱 豺狼皆对 街中走 波进风云 使见天 金正探的注解是 此项 已引年遇大乱 君昏晨暴 夏明无生息之日 又一乱也 那么意思是说呢 这一项正赶上虎年大乱 君王昏庸 臣子雄暴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又是一个乱师 看到金先生的批注呢 老吴只能竖起大拇指 厉害了 那么这一项 到底说的是什么 我们按顺序来 先看称语 水火相战 时穷则变 水和火互相争斗 那么赶上穷困 所以发生改变 只看这两句呢 当然搞不懂说什么 但结合宋语 那么就会有点这个普拉 那么宋语里呢 有虎头年的字眼 所以这说的是生肖虎年的事 那么哪一个虎年 正是奴隶任一年 为什么要说水火相战 那么这里呢 有好几层的意思 水火相战 就代表着矛盾 代表着冲突 这个时期的矛盾 那么正是这个君主 和皇上的矛盾 因为君主说 天灾是人祸 而这个人祸 那么就是皇上 所以呢 双方水火相对 另外呢 任在五行当中 代表着水 天灾就是干旱 那么这恰好呢 也是水火相战 接着看称语 真夏起源 寿贵人间 真夏起源 那么出自《易经》 钱挂里的挂词 就是钱 元亨 内真 古人解释 这四个字呢 是一字 一意 认为代表了 钱挂的四种基本性质 往往引申为 四季 四德等等 那么也就是说 这四个字呢 可以代表着春夏秋冬 可以代表东西南北 那么可以代表 人类异政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 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 所以后人呢 就用真夏起源 来表示这个 天道人世的循环网 周流不息 但在这里 却并不是这个意思 真 意思是正直 正确 坚持 元呢 意思就是 开始元首 坚持正确的做法 那么下一步 开启元首的道路 事实呢 正是这样 君主坚持自己的做法 掌握了权力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因为之前呢 按照皇上的思路发展 老百姓没东西吃了 到了一个呢 人吃人的一个地步 所以兽贵人贱 野兽呢 比人值钱 接着看宋语 虎头人与虎头年 百米迎娼不值钱 这个时期的老百姓呢 都按照皇上的要求去做 也不去考虑是对还是错 所以呢 这个行为 用老百姓的话讲呢 就是虎 不用思考 就是虎干 另外呢 有句成语叫 虎头舍尾 这里也有这个意思 百米迎娼不值钱 那么正是这一句呢 让好多朋友感到迷惑 从而误解 因为听皇上的话 全国人民都去干工业 没人种地了 也没必要种 因为吃饭都是统一的食堂 但农民呢 还要完成任务 怎么办 只能虚报粮食产量 你翻开当年的这个消息 全都是喜报 但这个呢 就是黄金的新装 没人去说 反而人人都这么干 所以全国上下呢 最不缺的是什么 就是粮食 只不过呢 这都是纸上的一组组数字 这个能值钱吗 所以白米迎娼不值钱 继续往下看 柴狼接队 街中走 波进风云 使见天 柴狼呢 是两种贪狠 残暴的野兽 比喻这个狠毒的恶人 恶人城邦结队的 在街中行走 说明恶人的行为 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因为统一吃食堂 所以粮食呢 都要被征收的 而征收的标准 就是你上报的数量 上报的都是虚的 那么就只能强行征收 柴狼便利 是没错的 等君主掌握了权力 那么这种情况呢 才逐渐的被改善 波进风云 才看得见晴天 最后看一下图画 一只老虎在吃草 老虎代表着权力和权势 那么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存在 老虎的食物呢 一般都是吃草的动物 那么现在老虎吃草 说明权势者呢 不遵守规律 想要直接达到目的 那么正是那个时期的 真实邪道 好的 那么这一期老胡说 就到这里 那么感谢朋友们的关注 那么记得订阅分享